中華航空洛杉磯分公司日前舉行記者會將為去年底籌得超過6000元的捐款 正式全部捐贈給幫幫忙基金會作為慈善用途 華航這次聯手幫幫忙基金會籌錢回饋社會取得成功 華航在評估這次的成果後 未來或者會繼續推出類似的慈善捐款 根據介紹 自2016年的11月初到12月底期間 華航同幫幫忙基金會聯合舉辦北美慈善銷售活動 凡是在華航網站購買從洛杉磯等北美地區飛往亞洲航線的旅客 只要在購票的時候輸入Simply Help 速銷代碼 華航就會認捐機票收入的4%作慈善用途 華航美洲地區處長李獻光對今次的無款活動成果感到滿意 他表示這場無款背後籌備了將近一年才推出 單單是靠華航網站以及內部員工的口頭相傳推廣 也收到了不錯的效果 也希望拋磚引辱 帶動民眾參與慈善銷售活動 這樣子的發起無非就是希望能夠把它付諸行動 讓這個華航這個盛進社會企業責任的這個能夠把它展現出來 我們也非常高興雖然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期間 我們也拋磚引喻能夠激發了很多的旅客們的共同來參與這樣的慈善 那麼我們也籌得了這一次的金額贊助捐款可以達到6107.16元 那麼我們今天很高興如素把它轉交給幫幫忙基金會 那麼相信藉這樣的一個一步的往前慈善的捐款 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幫幫忙基金會成立至今將近20年 每年都會為貧困的國家送去裝滿資作物品的貨櫃 但是其實幫幫忙基金會所帶給社會的遠遠不止這些 幫幫忙基金會也做了19年了 除了送貨櫃到需要幫忙的國家跟災區以外 我們還有老人院受養無家可歸的老人 還有26所資訊中心教導一技之長 感謝這19年來大家的支持 去年一年我們就送了44個貨櫃 民生物資跟極難救助的物資 到19個國家裡面 明年我們希望能夠再繼續做資訊中心 電腦資訊中心 除了現在的10個電腦中心以外 我們希望再增加巴索 感謝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努力新年即將到來 中華航空洛杉磯分公司也藉著這個機會 同市民拜過早年 中華航空祝福您新年快樂吉祥如意 謝謝您出國旅遊 選擇華航空洛杉磯分公司 天南維士記者 麻進採訪報導 我們下集見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